大家好,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认识咱们Circle注入检测工具的工具参数获取 对于这样一个工具来说,咱们要有这样的思路 首先它是用来验证Circle注入是否存在 我们主要利用的是基于错误Base Error这一个技术来进行对应测试 由于咱们在Circle语句发生错误时会弹出You have an error in your circle statistic这样一个内容 那咱们根据这样一个内容来进行检测 如果输正确的话,那么会得到正确的结果 如果导致它错误,那么就会输出一个错误的内容 You have an error in your statistic 咱们主要是根据这样一个原理来进行检测 那么由此呢,咱们要得到工具思路 首先要获取对应的UIL 然后对UIL当中指定位置的参数进行模糊测试 那么这时候咱们工具要设置的参数就有 首先是测试的UIL 我们使用-U来表示 那么以及它用来模糊测试的发的文件 我们使用-I来表示 那么由此呢,咱们要获得两个参数 是-U-I 那下面咱们来进行编写 那咱们同样使用opt-passer 我们可以在这个编写过程中 使用之前编小号代码进行修改即可 我们将这段代码拷贝进来 Ctrl-V 现在我们只需要修改对应的指定位置的一些内容即可 我们因为是使用的两个参数 我们要将多余的这个参数去掉 之后我们要修改它的使用方法 Circle Inject 然后-u 我们这里是url 之后我们是-i表示对应的inject inject fuzz 表test 之后没有其他添加的参数 现在我们两个参数确定 u 然后是-i u表示对应的url 进行修改 之后它的destine 我们将它传递给url 之后这里是-inject inject 我们改为一个inject inject inject file 之后我们这里是 url to test circle 之后它的这些内容不变 这个url也不改变 在这里我们help进行修改 那么-i是表示咱们这个fuzzfile name咱们用来测试模糊测试的这个 模糊字典的文件名 之后action不变 stream不变 这里我们fuzz wzzfile 现在编写完成 我们可以使用 对应的这个option 参数来进行获得 我们这里首先要来获得url 等于这个options.url 之后我们还有这个inject 或者是fatherfile 等于这个options.2 是injectfile injectfile controls之后 我们输出一下url 和咱们对应的fuzzfile controls右键 然后点击运行 那么此时就传递对应的内容 这是我之前已经设置过这个内容 -u-i OK 那咱们filecircle 这个test当中内容是这些 那么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填写更多的关于circle语句的这个模糊测试的这些符号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收集啊这样一个字典文件来进行对应的啊这个获取 那现在呢啊咱们就完成了对应的啊参数获取 那么以上呢就是咱们关于本节课工具参数获取的全部内容 本节课就到这里